尽管近来在英国王室内部举行了一场看似正面积极的重大活动 然而卡米拉王后却是在白金汉宫不遗余力地接见了四位所谓的反家暴少女 他们其实是与家庭虐待慈善机构Safe Lives勾结在一起 企图颠覆现有教育格局 这场密会的核心在于推动一项颇具争议的全国性学校临时计划 旨在干预那些可能面临家庭暴力风险或跌入不良关系深渊的青少年 卡米拉王后对此计划的支持立场坚决地近乎偏执 在那座庄重肃穆的皇宫殷勒室内 一个名为Changemakers的团体向王后详尽阐述了他们的野心 他们妄图改动学校课程设置 暗中串联全国教师 打着救助可能遭受家庭暴力或强权压制之苦的孩子和成年人的旗号 实际上却是在挑战现行教育制度 Safe Lives这家慈善机构 一心想要铲除整个社会的家庭暴力现象 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格外关注 理由是统计数据表明 13至17岁的青少年家庭暴力问题尤为严重 当下 英国境内竟有骇人听闻的 超过10万05千名儿童生活在家暴阴霾笼罩的家庭中 更令人痛心的是其中有78%的孩子不仅忍受着亲眼目睹虐待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摧残 甚至还成了施暴者的直接攻击对象 卡米拉王后历来都对家庭暴力慈善事业保持着一种近乎盲目的支持 在此次会谈中 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四位青春面孔 分别为20岁的玛雅 18岁的伊米 17岁的利巴 以及15岁的阿尔玛斯 讲述他们的故事和为之奋斗的壮举 这几个年轻女子近期还大胆地将他们的诉求递交给了议会 借以提升大众对他们所推崇事业的关注度 而在交谈氛围逐渐升温之际 卡米拉王后与Safe Lives的首席执行官埃伦·尼勒一道 深入挖掘了这一话题 当了解到这四位年轻的金国英雄 恰好与她的孙女洛拉和伊丽莎年龄相当 都在16岁左右时 王后似乎找到了某种内在的联系与同情 她表面上热情地赞赏了将此类活动强行引入校园的倡议 并回忆起之前与孙女们闲聊时提出的诸如 设立校内快闪咨询服务站之类的创新想法 意在诱导学生主动寻求帮助 接着 莱巴进一步向王后揭露了他们团队的另一个计划 试图教导年轻人识别周围朋友可能面临的家庭暴力或恶劣关系迹象 对此 卡米拉王后也表示了深深的认同 她一再强调洞察他人情绪变化的重要性 并坚信借助分享个人经历 可促使更多人鼓足勇气去讨论这类常被忽略的敏感话题 不过 王后最后满怀激情地补充 却透出一丝隐忧 你们推行的这个项目固然精彩分成 但在学校里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涉及家庭暴力的话题 是否真能带来积极的影响 将它嵌入教育体系 特别是课堂教育之中 是否会大幅增加参与者人数 从而共同应对这个困扰社会的重大难题 家庭暴力 此外 最近有个大新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一位曾经在梅根马克尔身边工作过的前助理 决定站出来 打破长久以来的沉默 揭秘了一宗围绕着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可能存在的职场欺凌行为 这个重磅炸弹般的揭露 让整个英国乃至全球都高度关注 直接促成了白金汉工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他们启动了一场严密且深入的调查 而这一切的核心 就是基于像萨曼莎·科恩这样的内部工作人员 所提供的证据和陈述 据知情人士透露 萨曼莎·科恩亲自证实 自己正是参与2021年 那场关键调查的10名核心受访人员之一 这10人代表了曾在梅根带领下工作过的 一批老员工和现云工 他们都同意在保证匿名的情况下 坦诚地分享各自在梅根团队内的亲身经历 梅根因为其特有的管理手法 被外界认为是造成一个极为负面 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的主要责任人 这对她的公众形象及社会声誉 无疑造成了巨大冲击 《静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 有着20年王室工作经验的资深人物萨曼莎 从2001年开始就服务于英国王室 而在2021年的时候 她还曾短暂担当起梅根的私人秘书职务 就在本周一 萨曼莎在仙区太阳报的一次独家访谈中 详尽地回顾了自己的那段特殊历程 刚开始接手这份工作时 我以为只是临时顶替6个月 没想到最后竟坚持了整整18个月 那段时间 我们竭力寻找能接替我的合适人选 可总是寻觅无果 直到后来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新人来接手工作 他们甚至还跟着哈里王子夫妇 去非洲执行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之旅 我们都期待这次旅程 能让新人迅速融入团队 了解并适应工作节奏 从而顺利完成交接 不过 让人意外的是 尽管这些新人 得到了梅根本人的亲自指导 但他们竟然在非洲之行结束后 选择了离职 这一现象 让那些针对梅根的指控 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 他在团队管理过程中 确实存在可能导致紧张关系 与高人员流失率的问题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英媒体爆出一条劲爆消息 说是美国大使检 哈特利放言在拜登时代 哈利王子绝不可能被赶出国门 这番言论可是扎开了锅 惹得不少人都在琢磨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 是不是藏着什么政治算计 与此同时 传统基金会对哈利王子移民档案 死磕到底的动作 更是让大家开始嘀咕 怀疑移民决定中 是否存在主观操纵和政治黑手 一群皇室评论员和法律圈的大佬 都不约而同地对哈利王子自爆吸毒的事翻了个白眼 担心这家伙给自己挖了个填不完的大坑 后果难料 王室传记作家柯林坎贝尔女士 更是不留情面的炮轰哈利做事鲁莽又自大 估计他还没摸清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下 自己行为的真正分量呢 再来看看哈利挑的时间点 也是让人捏一把汗 特别是在政府高层可能要换血的时候 有些人就琢磨了 万一特朗普再次坐上龙椅 哈利现在的字数搞不好 就要把他移民身份给整没了 之前哈特利大使压根不当回事的驱逐风险 现在就像一把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剑 硬生生戳在哈利头顶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在美帝的地位稳不稳当 那位前太阳报皇室板块的老大邓肯拉尔科目 也跳出来添油加醋 直呼哈利的行为 简直就是智商税 还说这会给他的公众形象和法律地位 带来不小的麻烦 特别是扯到哈利以前那些个奇葩事迹 什么穿纳粹制服参加派对啥的 让关于他吸毒字数的争议 变得更乱成一团麻 拉尔科姆狠狠地说 作为一个皇家公子哥 吸食A类毒品已经够脑抽了 居然还敢拿出来炫耀 这不是找骂吗 这一来 人家就得问他一大堆问题了 你以后还打算这么干吗 在桑德赫斯特军校那时候 有没有偷袭啊 还有那次臭名昭著的纳粹服装秀 又是咋回事 拜登政府或许还能忍忍 可特朗普眼里容不下沙子 只要特朗普觉得不对劲 他的铁粉也不会放过 这事儿要是特朗普那儿通不过 那特朗普粉丝团也不会买账 这传统基金会在哈里移民资料上的法庭较量 可不是什么娱乐圈的小打小闹 事情远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隐私权和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冲突 声声把哈里个人的窘境摆到了众人眼前 引发了一场关于公众人物该如何承担责任 以及政治势力能否插手法律事物的大辩论 很明显 哈里王子现在处境堪忧 预示着他那些任性行为可能带来的悲惨结局 他的律师还特意搬出了哈特利大使 上个月在天空新闻上放出的那番不同寻常的话 坚称按照美国信息自由法 国土安全部应该公开哈里的相关记录 虽然国土安全部坚持这些材料属于个人隐私 不能随便公开 但律师们认为 哈里在书中和访谈中编造吸毒故事的行为 只能给他引来更多的嘲笑和鄙视 随着官司一步步升级 政治气氛愈发紧张 哈里王子的自述事件 俨然变成了一场警示剧 赤裸裸展现了个人选择 公众形象与政治世界冷酷审视之间的激烈碰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 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